不要去 表面上是來視察 其實每個部下都看在心裡面 市長本來就責任制 這沒問題 這個我也不會去 本來就責任制 因為像我們那個緊急應變中心開設 我們那個副市長以下有排班 市長是隨時on call 但是那個副市長到副秘書長是on duty 這我倒覺得本來市長就是責任制 但韓國瑜前一天是跑選舉的行程 沒有啦 我跟你講 但比較難是這樣 台灣喔 台灣就是這樣 台灣就是這種 這個叫救災政治學 有時候沒辦法 這就是說出現災害 首長要到場 要表達關切 有時候沒事 有時候 以前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時候 因為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治療醫師身上 我最討厭我在開刀的時候 我的教授站在後面看我開 所以我自己當長官以後 像一般一旦展開 開始救災動作在展開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去視察反而是製造困擾的 但是 所以我想 有一個會議我一定會主持的 那個事後檢討會議 因為我們事後要檢討 可是真的在救災當下 我都會盡量不要到第一線去 因為你到第一線 人家要事後你 長官來視察 人家在救災就已經夠忙了 你長官來就變成騷擾了 所以後來 這是我個人從醫生的經驗 就是說 事後檢討會議 我都自己主持 我都會批約那個檢討事件 但是真的在救災當下 應該是你要信任你的部下可以在第一線作戰 不要去 表面上是來視察 其實每個部下都看在心裡面